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过宋朝的酒这个行业等等一系列 今天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能从侧面说明经济发展的很好的这么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就是医疗业 宋朝的这个医院和之前那几个朝代的医院截然不同 虽然我们国家医院出现的这个历史比较早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相应的记录 但是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后来的隋唐五代 你想要找医院能找着可 你想要找那种有一定的收容能力 并且呢又有相应的管理能力的这种大型的综合医院 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 这也就让我们联想到之前的扁鹊 华佗 你看他们行医啊 都是我今年我在这儿 明年我到齐国区 后年我到赵国区 都是这样的 华佗呢也是这个病人那块看一会儿 那个病人那看一会儿 他就没有说自己坐在某一地儿 我开一个大买卖 这个大医院特别特别的大啊 我这里边什么都有 然后主打就是我华佗 或者主打就是我扁鹊 没这个那因为那时候这种制度也好 或者说能力也好啊 都不存在 你就不像后来啊 对吧 到清朝保之林 不管真假吧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 而转折点就是在宋朝 那么为什么宋朝这么特别呢 就是因为宋朝社会经济繁荣 科学技术进步 而且加上军事需要 还有这个政治需要 这医院呢 就一个一个的开始开办 那我们说经济的繁荣 科技的进步 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政治需要 军事斗争的需要 也不是今天说要明天就马上有的 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宋代的医院当中呢 最早出现的其实是一种 类似于像福利院的机构 叫三佛田 你一听这个词你就知道 它有慈善的意思 后来叫福田院 就是说在这里边呢 收容那些老人啊 患有疾病的人呢 还有乞丐 这算是官方的慈善医院 这个东西最开始呢 在宋朝的大城市都有 以北宋的京都汴梁城为例 最开始是有东西两院啊 乘东头一个 乘西头也有一个 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呢 又增添了南北两院 也就是东西南北各有一个 这个院啊 我们说它的这个医疗水平有多高 这咱不好讲 但是呢 它有一特点就是 它够大 每一间医院都有五十间房子 而且每个房间呢 不可能只是一两个病人 它一定是病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等于说 这就是放人的地儿啊 好多这个社会上的光寡孤独啊 这个没有人管得起待啊 基本上生病了 就就弄这了 要不然你说在大街上 一没了多难堪 是吧 好多都是在这送中的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它不太治病啊 真正的大医生啊 不在这儿坐诊 那么坐诊的大夫 是什么时候出现在 这种医馆里边呢 到了北宋末年的时候 宋徽宗在位啊 经济发展就越来越好了 当时呢 他治下的各个城镇市户 或者呢 千人以上的聚居地 都有给病人瞧病的医馆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主角 那个与蛇同眠的许仙 她是什么职业啊 她不就是搞医馆的吗 对吧 哎 你要放在别的朝代 她搞医馆 可能整个市场环境 也不一定有那么好 对不对 但是偏偏 《新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南宋时候 这也能看得到 那个电视剧里边 来看病的人呢 也都是贫富掺着的 有时候有钱人 有时候没钱人 许仙呢 碰上有钱的呢 她就多收点 毕竟她也要挣俩钱嘛 碰上没钱的 那也就半买半送了 对吧 而《新白娘子传奇》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 就是白娘子 为啥那么招人喜欢呢 除了长得没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她呢 舍药 舍钱 舍粥 做好事 做善事 这不就是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 那些医院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对吧 有了私立的医院 有了这种半福利性的医院 其实在宋朝的时候 还有很多细化的专科医院 比如说 专门给旅行者提供疗养的养剂医院 注意这是疗养 也就是这个有钱有闲的人 还有呢 在监狱之内呢 专门收治兼犯患者的病囚 也叫病牢 除此之外呢 在宋和金战争爆发之后 为了救治伤员 还有像野战医院这种风格的医药院 这个主要是为了医治军人 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那么我们看 单纯讲一个医院的话 那大家可能觉得 就是一个概念而已 可是当我们发现宋朝有这么多的品类 然后再想象一下 这个治病这件事啊 他其实很容易患病者呀 患病者家属就焦躁 他一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他一定需要各种各样的健全的管理制度 以及管理体系 那么宋朝有吗 还真有 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 新白娘子传奇里面呢 好像有一个情节 就是许仙所从事的这个医馆 似乎和官家的这个医院的大夫 好像是有点什么小故事啊 是好是坏 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许仙和官方扯上联系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宋朝 医院也确实是由中央领导的 当时领导医院的最高的那个机构 叫做汉林医官院 医官 你能从医官这两个字上看得出来 他都是国家编制的 他负责干嘛呢 就是统筹 重点先说是京城 那就是皇上所在的这个首都 统筹这个地方 各个医生的这个职业安排 人事关系 说哪个哪个大夫 这不是官方了吗 是吧 你上哪个医院去啊 你上南门的 然后另外一大夫 你上北门的啊 谁上东门 谁上西门 他们主要管这个事啊 当然呢 这是对外的 其实对内重要的是侍奉皇帝 治疗皇帝的疾病 这是他的本质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事需要他付出 就是往外派 当然往外派呢 他就不派全国的了 他派什么呢 他派军旅的啊 派官府衙门的 派学校里边的医生啊 这也叫医官啊 那么这个中央部门 他主要管首都 管皇帝 然后往这个首都 这一地儿派医生 那底下那些什么城市啊 县市啊 怎么办呢 其实各州各府 也都设有医官 哎 只是级别不一样 而且我一定要提示给大家的是 这种医官呢 他主要负责的是医院的管理 然后和国家这个精神文件的上传下达 他主要负责这么一些工作 听起来很像是我们现代说的这个行政 但其实我觉得啊 真正到了疑难杂症啊 难活的时候呢 这些医官 他都得自己伸手 因为那在宋朝主持各类医院的这些医官呢 呃 通常是有三种身份来组成的 第一种身份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政府派的 第二种身份呢 是政府认可的很懂医术的道士 啊 第三种呢 是政府认可的又通医 还要通道的僧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医院里边的医把手负责人 其实都是至少他懂医的内行啊 呃 他来主持这些工作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医院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推理到的是 无论是就医的这个理论 或者是诊疗的这个手段 宋代的这个医院 他都是融合了如是道三家 关于医学方面研究的精华 所以我们讲 从北宋开始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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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到南宋末年 这个医院发展的那么多 发展的那么快 提升的水平 呃 这个幅度那么高 这都是在管理 或者叫上层设计的时候 都是有原因的 那 那么除了上层设计以外呢 其实还要说到的就是 他的内部制度 今天我们说呢 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朋友在做生意啊 或者说在自己创业的时候 有些事拎不太轻 需要学习 什么呢 一个是权力的分割 一个是责任的划分 而在宋朝 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医院的这个管理上 他就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先进的制度 比方说 首先 划分出你的这个责任来啊 责任到人 怎么个责任到人呢 就是每一个人 呃 给你分科室啊 到这个科室里边 所有的事就都是你的了 无论是卫生啊 还是这个病人死死活活呀 他治的好 治的不好啊 这都是你负责任的 你要负责照顾 至于说你能不能治 那是另当别论 可能有别的大医师过来 是可是这个病人 你得负责照顾 苏氏在杭州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个叫做安乐的病房 他在这个小病房 小医院里边啊 他就有这么一个规定 叫做义病人轻重 而义事处置 以防渐染 啥意思 就是看这个病人 他的这个病 轻和重 给他们分屋子去处理 以防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感染 这也是为了达到一个 巩固治疗效果的 这么一种办法 那你看在宋朝 人苏氏就有这想法 今天好多朋友在创业的时候 还想不明白一件事 这个责任是不是要 这个到位啊 是不是要划分给谁啊 你不划分 大伙是所有人都有责任 那就是所有人都没责任 这是头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实行绩效工资 讲成制度很完善 宋朝曾经有一个明文规定 叫什么呢 叫医者 人给首例 以书全师 遂中考其术为殿罪 什么意思啊 就大概的 我们讲就是 大夫得写病例记录 然后呢 你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 怎么回事 然后吃什么了 然后怎么治的 到后来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你都得写下来 写完了之后 我们呢 这个管理部门吧 或者叫国家相关职能部门 他会定期对这些医生进行考核 啊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规定里边讲的是 岁终 就是年末啊 这个考核呢 那就当然得讲呢 他是有 讲 也有罚 你要是行 啊 做得好 啊 你的业务水平高 你为国家进的贡献多 那我就给你奖励啊 通常这种奖励呢 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 我一说这个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又给奖状又给钱 那么这是奖 那假如说你要出事了怎么办呢 也真罚你 宋朝的法典 那呃 送行统当中 就曾经对医疗事故的责任 做出规定 甚至对医德都做出了规定 比如说啊 假如你是医院的医生 然后你利用医生的这个身份 用药物啊 或者用给人看病 就是随便乱开药啊 乱做检查啊 这种方式方法榨取财物者 以盗匪论处 明白吗 哎 明明不该吃这些药 但是你非得给人吃 说贵啊 然后我正提成 你如果这么干的话 把你当强盗和匪徒论处 假如说是你医术不精 你把人弄死了啊 经过一查 确实是你的毛病 对吧 你正常应该给人开一钱药 你给人开一斤药 吃死了 怎么办 绳之以法 该咋处理 咋处理 那么从这两项约束 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 宋朝的这个医院 他对从医者 或者叫对这个从业者的这种制度 还是非常的健全的 那么 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 贪心呢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是叫原罪 那么你不让医生去给人家赚这个提成 那在这里边肯定会有一些灰色地带 就是我这钥匙可开可不开 不开你也死不了 开了我也不犯毛病 那这个怎么办呢 如果你脚往过正的话 很多大夫就说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我少给你开一个得了 但是也许 一个没事 两个没事 在这种 思想的指导之下 大夫就有可能真的会在某次 把该开的药就没给开 这怎么处理呢 这就要保证医生们的经济收入 一句话 高薪养莲 你有钱了 你也就不惦记这点事了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家庭的这个压力和担子没有那么大 然后还受人尊重 他就不想我怎么能弯门倒洞的去 学习摸摸的我去弄钱去 这个就保证质量了 开方子呢 做事情呢 也都从自己的经验 从自己的学识出发了 那么说的很简单 你高薪养莲 那钱打哪来啊 宋代医院的经济来源 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个是国家拨款 另外一个就是私人赞助 也就是私人捐献 但是这也会出一些问题 你国家拨款吧 那国家管控 他也有力度 仗义 如果是私人赞助 那我赞助的很多 整个医院都基本上是某富翁养着的 那你国家在管控的时候 其实他多少会有一些 鞭长莫及的感觉 事实上呢 到了南宋的时候 好多官方的医院啊 就因为私人赞助太多了 于是就变成了私家医院了 那变成私家医院之后 好管不好管 这个事可就没法再继续说了 因为就变成了私家医院 而我们之前讲 新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不就是发生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吗 但后来 我们也知道宋朝 末期的时候 这天下也比较乱 朝廷呢 想国家领土问题 想军事问题 都没有时间 你更何况想这些医疗方面的问题 不过不论如何 当我们在今天回看历史的时候 宋朝的医院 他的相关的教育管理 医书的编撰 包括他的这个规模 等等等等 都在中国这个医院的历史上呢 算是比较突出的 这么一个时间段了 我只能做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做这种情况下 我给他学习的那些事 因为我能做好事 是因为他要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